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月28日即14次上海至北京南列车 一名乘务人员被判定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北京铁路局要求该列车立即中断行程 对相关人员进行管控 目前该车子所有密切接触 以及次密切接触的211人全部集中隔离 同而机108次列车 一名乘务人员也被判定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北京铁路局要求该列车立即中断行程 截至目前该车子共有134人被集中隔离 10月29日北京两个主要机场取消了数百个航班 哈尔滨市三分之一的航班已经停飞 南州一州累计出现39个病例 400多万人口的城市被封城 去年初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 中国政府采取了强制封城的举措 尽管侵犯人权和造成了严重的刺身灾害 并且疫情蔓延至世界 但确实有效的控制了中国的疫情 之后封城清零模式 便成了中国政府控制疫情的标准版 尽管目前西方国家都已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群体免疫模式 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 但中国仍然是封城清零模式 不动摇 绝不抄西方的作业 10月28日 中铁建工集团党委工作部副部长 前瑞丽市副市长戴隆里在微信个人公众号 以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发文 呼吁各界关注瑞丽封城所造成的社会危机 他在文章中写道 疫情无情的劫列这个城市 一遍又一遍 榨干了城市的最后一丝生机 腾示着无数人刚刚揽起的希望 让很多人在希望中等待 又在等待中感受到无尽的折磨和煎熬 由于瑞丽市着经建筑的财政 以及承担的兼具国门防护责任 使该市已无法再承受这样的重量 戴隆里指出长期封城犹如瑞丽发展的使节 而恢复身材与经营已选得十分的击破 他呼吁政府在兼顾大局及民生跟管控的情况下 综合考量治理方式 他说国家应该给予瑞丽大量的财务支持 大量公益组织也应该在这个时候伸出有力的援手 大批医务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应该输送到这个城市的各个环节里去 文章发表后点评如潮 很快阅读量就超过十万 瑞丽市长对戴隆里的文章进行了批博 他称该文章是从个人观点出发 引用的资料已经过时 并且戴隆里本人已不在当地 瑞丽目前不需要外地援助 瑞丽市市委书记则称 瑞丽市接受援助 需要相关程序与审批 而目前上级相关部门已经给予很多支持 并强调要严防不法分子 利用民情舆论 虚假信息进行恶意的煽动 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 针对瑞丽市政府的回应 戴隆里回应称 聆听民众的呼声 倾听民众的实情 帮助百姓解决现实问题 使政府应该承担的走论 人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如以各种名义 想阻止他发相应的文章 请免开尊可 瑞丽市前副市长 和现任市长市委书记的户队 将瑞丽封城危机 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第一 瑞丽到底怎么了 瑞丽市地处中国云南与缅甸边境的美丽小镇 自去年九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前后工经历了五次全城封城 全体市民居家隔离 大多行业停工 学校停学 但经过五次封城 和人均几十次核酸检测后 仍然无法清明病毒 据传常住人口 已经从五十万 积跌到十万人 香港经济日报 引述当地一名官员透露 二十万人还是有的 似乎从侧面 证实了三十万人流离思索的传闻 网民岁月顿了心情 在微博中说 他们云南瑞丽 从今年七月四日到今天的十月二十四日 一直都是封闭管理 要出瑞丽 必须申请同意后 集中隔离七天或十四天 核酸检测阴性 才能出去 瑞丽人到今天都是居家隔离 不能做生意 不能自由外出 帮帮我们瑞丽人吧 救救我们吧 一则网络刊出的视频显示 一个男人从瑞丽东方温泉酒店六楼跳下自杀 许多网友讨论自杀的原因 一位熟悉情况的称 瑞丽今年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 大家无法正常工作经营 但银行的房贷车贷 并没有因为大家没有生意而暂缓 本来做生意就难 再加上高额的租金 银行的债务 还有家里老小吃穿的负担 于是这件事 在这个不景气的初冬 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的故事是整个瑞丽人的缩影 在他行内自杀的背后使瑞丽所有正当行业快速衰退 使每个瑞丽人对于长达一年封控的失望 当地网名称瑞丽差不多快成了人间地狱 第二媒体对瑞丽封城灾难自落网闻 戴隆丽作为存在瑞丽挂职的前副市长发文呼吁 帮助瑞丽引起了社会舆论滑澜 那么中国成千上万的媒体 为什么不报道不呼吁呢 原因就是媒体信党 而党只要求报道 令人欢欣鼓舞的正能量 瑞丽因风尘其名 而民不聊生自然是负能量 当然就不能报道了 2016年2月19日 任志强曾对党媒信党进行了批判 他指出当所有的媒体都有了信 并且不代表人民历史 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武汉疫情郑州洪水和瑞丽封城 都验证了任志强的预言 但任志强因言获罪 被判刑入狱18年 张展方斌李泽华等公民记者 因在疫情期间现场报道 而遭到判刑和失踪 10月8日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在官网上发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21年版 征求所谓公众意见 今年的负面清单增加了 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 对非公有资本 参入新闻采编播发 等业务进行了全面的限制 有评论认为 如果一线稿落实 公有资本的报道 将成为能够获得新闻的唯一渠道 而非公有资本旗下的新闻媒体 杂志报刊等即使不至于倒闭 也将缺乏报道的自主性 中国新闻自由将被彻底扼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和饥荒研究专家 阿玛蒂亚生 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人类饥荒死的一个重要事实是 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政府 和出版自由的国家 其指饥荒 也包括地震 海啸 瘟疫等突发性重大灾害 尽管民主国家不可能幸免灾难 但其发展为能获的概率很小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 瑞丽苦难 是三年大饥荒的缩小版 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 中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致使近4000万中国人因饥饿死亡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灾难呢 墓碑的作者杨继神先生指出 他曾武士到国家气象局 找到有关专家并查资料 结果证明那三年都是正常的年纪 因此完全不是天灾就是冷户 如果没有大跃进那种疯狂就没有大饥荒 大饥荒的背后是一个极权制度 国家垄断了一切 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源 生活资源 垄断了思想 还垄断了真理 农民没有任何信息渠道 政府说什么 农民才知道什么 一切资源由政府集中以后 农民就是等着政府的配给 政府给吃的才有吃的 政府不给就没有吃的 杨继神说当时粮食不仅库存很多 而且还大量出口 如果这个制度不是极权制度 而是民主制度的话 那么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批评 在报纸上也可以有舆论监督 错误的可以比较早的纠正过来 难而那时一言淌 毛泽东说的话就是最高指示 是真理 别人不能反对 谁要反对毛泽东 那可就完蛋了 彭德怀那么高地位的人 都是那样的下场 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老百姓如果在下面提不同的意见 那么等着他的 就是打击迫害扣犯饿死 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 那个地方如果是同中央 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 不是百分之百听中央的 哪怕只是留有百分之一的余地 就能少死好多人 四川当年饿死了上千万人 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 到1962年还饿死人 而有些地方从1961年就开始好转了 这同当年四川领导李景全 一步一驱 跟随毛泽东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反观瑞丽苦乱的形成 与三连大饥荒的原因 是否有精能的相似呢 武汉锐利的封城苦难 又何尝不是人祸所致呢 习近平惊口欲言一句话 封城清零就变成了圣子 没有任何官员敢于反对 有分析人士指出 封城隔离即使是必要的 也需要审慎 审慎不仅表现于 对时间点的精准把握 对封城范围和封城力度的精准把握 更表现于得封城后各种可能走向的精准评估 得封城后维护城市秩序所需 广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精准评估 以及建立在这种精准评估基础上的周密预案 但封城后的事态表明 这一切根本谈不上 瑞丽尽管是个边陲小城 但几十万人的生命竟然无人关注 需要一个前副市长发声呼吁 这说明了中国舆论的控制 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 瑞丽已经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但瑞丽市长居然否认现实 拒绝援助 瑞丽市委书记竟然还关心不法分子 利用民情舆论进行恶意煽动 但人民生命的安危 他又放到了哪里呢 习近平天天讲 人民至上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但瑞丽老百姓不是人吗 不是人民吗 谁关心他们的处境 谁又关心他们的深层 极权主义制度不改变 中国人就永远走不出苦难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